公元207年 即东汉建安十二年 都将念功成问世近五百年后 迎来了三国鼎立时期的 蜀汉丞相诸葛亮 三国之中 具有天府之国的蜀汉 与具有另一片天府之地的东吴政权 最终都为雄聚黄河以北 具有包括关中盆地和辽阔的 中原疆域的魏晋政权所灭 而历史演绎中的三国争雄 也由此常被后裔穿凿处贵为 史上三个天府之国间 实力橙色的教堂 事实上 三国之中 具有平原贯区的蜀汉 在疆域尺度上 能否与数倍于己的魏晋相抗衡 实在是一件不言自欲的事情 蜀汉的军队 相当于曹魏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相当于东吴的大于二分之一 属地呢是一周是二十二郡 二十二郡 但是呢你要到了这个 这个魏呢 实际上就是九十三郡 到了吴呢是四十三郡 你就是你占据的土地来看 那就远远落后于魏侯 这不是一点差距 也很大一点差距 另外从人口上来说呢 四川九十四郡 而魏呢是四百四十三郡 吴呢是二百四十二 是吧 所以这个实力就相差 实在太悬出了 作为属相 当年的诸葛亮 显然深安 农业与百业 治水与治国间 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他曾对当时的广都长蒋婉说 其为政 以安民为本 不以修士为宪 要求主管农业的大司农 和各郡都农 脚踏实地 体察民情 勤于农物 将务农直骨 闭关西民 作为致属施政的总纲 杜建宴就是发展农业的根本 以此言为农本 国之所知 就是国家的财力的物力 它的资源 就是要靠杜建宴取的 因此它对杜建宴 实在是高度重视的 朱桂梁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作为一个私自上 作为一个 这么一个国家的 具体的操办者 它必须要装弄你 才能够发展经济 古代的规矩 所以它花了很大的 能力 精力 而且自利 成都平原的水力 自利成都平原的水力 最主要的就是 自利都江宴 为了加强都江宴 灌区工程的管理 诸葛亮革除了之前 都江宴工程维修 主要由民间自行 承担的做法 专门设置了宴官 专事征集服役 从事宗城日常维护和俊修 并成立了一支 人数台1200人的巡验队 将取守 下游灌区和都城的防洪监控 一并纳入到国家管控范围之内 而中国治水史上的第一部防洪律法 也正是在这座古老的都城 面临民将上游滔滔而来的洪水之时 横空出世 丞相诸葛令 按九里滴汉户都城 用防水患 今修筑郡 告尔居民 务许侵占损坏 有犯 致以严法 令吉遵刑 上演于公元223年9月的 这另行禁止的真实一幕 事实的敞开里 可仁慈济世的伟大心灵 坚如磐石的另一面 或许 这是中国人与水打交道的 千年过往中 值得铭记的一幕 因为正是从诸葛亮治水开始 关于治水 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 才真正找到了 恰如其分的平衡与结合 礼宾父子有首创之功 历代优秀的政治家 都有维护之劳 而诸葛亮呢 是史书记在最早设置宴观 建立专门的维修队伍 来培植和维修独江宴的 这一条非常了不起 如果不是这样 都江宴还能不能发挥作用 要打个问号 因为我们知道 在都江宴新修的前后 或者大约同时 我们国家其他地方 也有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 包括什么 中国渠呀 这些 后来不见中英了 因为没有人 持续地去维修它 所以这一点 都江宴的功劳 我们要记住礼宾 我们也应该记住 星衰交叠的漫长进程中 制度文明的经典结晶 当然 星与衰 技术或制度 终归不过是人类的造化之功 也终究要由人去落实完成 制水与制人 或者说制水与制国 也恰恰在此 找到自己合二为一的理由 除了礼宾之外 还应该讲那个 张若 龚昌张 就是假若的那个若 其实对成都篇 最早贡献最大的人 应该是张若 张若实际上就是 秦桧文王的时候 派司宝处去兼兵了蜀地 那么兼兵以后呢 是派张若在那当蜀郡守 他在蜀郡一共待了四十年 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人 那么他到那以后呢 一个他是建立了成都城 第二个呢 他非常注重当地的农业的发展 抓了水利 第三个他抓住了 属地非常突出的手工业 他是第一个建立景观 现在咱们的成都叫景观城 景观实际上是张若当军手时候建的 一个机构 管丝织业的 管仿制业的 另外他是最早在四川 成立盐铁 事关设立的 一系列的管理盐铁的管理机构 随后那就里边去了 里边去就做了独江业 那么独江业 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工程 他保证了这个属地的农业形迹 万无一失 宋前道六年 天府之国迎来了一位 来自浙江绍兴的才子 骑驴路建门的路由 作为一名曾经在江西 辅州等地 有过治水履历和业绩的地方官 刚刚踏足属地的路由 免不了到天下文明的 治水圣地都江业 走走看看 偏安易于的天府大地 当时正沉浸于太平盛世的 一派繁华热闹中 都市阴歌厌舞 原野何属千里 万区各地不见遂修繁忙 架色艰难 满眼却是敬拜神明的善男信女 社会弥漫在一片浓浓的 宗教神之气息中 后属一开始分礼宾是大安王 后来又改分英圣灵感王 那么到了宋灭后属之后不久 972年 这个宋政权又改分为广济王 而且当时规定是每年一次祭祀 每次祭祀 这个整个宋代的记载 据说要载扬四万口 规模非常浩大 中国人往往会把在历史上 或者现实当中 有功于名 有功于后代的这么一些人物 会祭拜成为神 以后把他所做的事情 甚至跟他相关的 可能不一定是他做的事情 附会到 添加到这个崇拜的对象 圣上去 宗教信仰或神之崇拜之于治水之功 是否纯属虚妄 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或许都未必尽然 牧师神游与香烟鸟鸟的福龙观 诗人路由当年的内心 却应该不会有太多 膜拜的冲动和前程 时代的变迁 使人们寄托于宗教和治水之上 看似一脉相承的 古老祈求和愿见 此时却已有一种 别样的意味 所谓回不测之神功 皆无私之胜利 将滔滔江水的治理不治 完全交由宗教神之去主宰 这样的无为与空虚 也许在路由内心早已厌倦 而他真正的愤慨与悲凉 或许更在于 通过一个古老水利工程的不治 看到了圣事表象粉饰下 王朝现实无可救药的衰凶 与沉沉 据说当他走进道观时 打叫做法的道士们正忙着为礼兵父子描画金身 与沉沉沉沉 与沉沉沉沉 是启伤人 尺寸未施 尺寸未施 谷宇众 要关无则空腹路 宣盖船户真一哄 齐勋伟绩旷世无 人人志士 与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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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对当时的自己当然没有被重用 这是其次 在一个社会的现实 令人不满 他有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思 所以在他的临江一通 这么一种感情背后 除了追养前嫌之外 其实也是在气数 他自己想为民心力 但是这个 无法入手的这么一种遭记 一介文士的气血呐喊 究竟能对单于太平盛世 安乐生活的人们 形成怎样的警醒 恐怕连路由自己也无从寄望 不过水之不至 很快成为国之不存的沉重招式 仅仅不足百年后 天安江南的南宋政权 便在蒙古人征服的铁蹄下 土崩瓦解 而昔日美丽丰饶的天府之国 连同古老的都江燕灌溉工程 也由此迎来了数千年文明史上 最为不堪的一段黑色记忆 伴随援兵入川的刀光剑影 血腥涂成 四川人口由宋代的一千四百万人 骤减至一百五十万人 人丁雷弱的情况 直至明末也未能改变 虽然元明两代仍然坚守 都江燕年年岁修的治水方略 但由于劳力的严重匮乏 岁修必然成为参与其中的黎民百姓 年复一年最为沉重的劳逸枷锁 人们更愿意把风调雨顺 水汗从人的希望 寄托于烧香磕头之中 对于神之崇拜的热情 远远大过置身于繁重的水利劳作之中 滔滔民江流淌至清代 礼兵在代代膜拜中 已被抬升至川主神位 每当旱季来临 农田无水泡田插秧之时 散步在千里灌区 大大小小的川主庙 却成为天父之国 求与心切的人们 寻求天人感应的热络所在 越是需要大量人丁 鼎烈日 目风雨 一千一除 寸尺寸弓的整修水利之际 礼兵塑向前跪拜的官员与百姓 也越发集中 虔诚的香火却越发兴旺 到康熙二十年 当人们幡然醒悟 决意重新整修都江宴之时 却发现当年的宝瓶口 居然以南密踪迹 掩盖在了荒草乱石之中 奔腾不息的民江 滋养了平原贯区 年年千年的富足 而这个古老盆地 特殊的地质构造 以及这条河流 形成范围内 巨大的地形落差 也注定了碎修作为一种古老的治水行为 终将伴随灌区面积的累势扩展 而逐渐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 据史料记载 都江念水利工程的碎修制度 史自蜀汉 大约一千三百年后的明朝 一位叫卢义的治水官员 将代代碎修积淀形成的 深陶滩低座燕六字刻入石碑 从此往后 伴随着不朽的石刻碑文 碎修与否 或者说碎修效果如何 也渐渐成为历朝历代 属地百姓衡量评判当朝官员 有为或无为的重要指标与参照 提及都江宴的碎修 就不得不提到川西平原上 随处可见的竹林 这隆隆竹林 不仅提供都江宴碎修 传统柔作工艺的重要原材料 而生活期间 以竹为生的一户户人家 更是决定 碎修成败与否的基石 从清家庆年间起 仅都江宴取手段的碎修 就需要耗取竹笼一万三千余条 竹料约一百六十九万斤 而这些竹笼竹料 则全部向各州县摊派 由竹档户承担 依晚清碎修制度 竹档户除了可免去一切杂役 地丁银 还可以依上交竹笼的数量 换取一笔关架补贴 而贪户地方官吏 正是在关架补贴这一项目上 做起了文章 或苛扣竹银 或虚报竹料 一边是竹架随碎修而逐年增长 一边是官吏的名吞暗扣 竹档户赔付或破产者大名人在 竹档户的身份 在官吏普遍的贪腐下 不易与生计灾难 碎修工料的来源和质量 由此成为碎修工程 本身巨大的隐患 晚清学者魏元曾经说 鸦片乃民财之大漏之 而合工是国堂之大漏之 这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 千年转型黑暗时刻的有识之士 面对国家民族的不堪尽力时 出离愤怒的又一次呐喊 在一个不治之士 合工堪比鸦片 到处的也许是一个不容置疑的 铁的事实 钱藏于任何一个攸关公共利益的 工程之上的任何不义与不法 伤害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本身 而真正主宰一个工程的治或不治 一片贯曲的兴衰封茧的最终力量 其实从来就不是那些 镌刻在不朽石碑之上的三字经八字绝 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每一个治水工程中的 我们人类自己 如果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呢 这个鸦片的漏洞是很大 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呢 这是国库来讲呢 这个就是合工的漏洞很大 合工是必须做 但是怎么做可能是一个大话题 再往前走一步的话 其实国家财政的这个使用审计管理 可能是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并且怎么把它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 杜家院其实我们用可持续的管理 来维持一个先进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是一个天赋之国 也就是一个幸福之地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四川培里为什么有杜家院 为什么有这种灌溉 非常良好的灌溉系统 为什么有非常好的皮糖系统 就是为了保证它封产 有了封产的土地 有了和谐的人跟自然的关系 才有和谐的社会 这是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告诉我们的 杜家院所蕴含的那些哲学的那样一些精髓 我们应该注意保护 因为在全世界这样的东西 就是就水利工再用的大型的水利工程 又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水利工程 绝无仅有 四河之清 人寿几河 当人口数量的逐年增长 人均耕地的逐年减少 成为走进工业文明时代的天赋之国 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当再造一个都江宴的时代蓝图 已在今日巴蜀大地描画完成 我们或许应该谨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依然是在一个呼唤江河灵秀 胡荡清澈的时代 而这深桃滩低作艳的历史真言 其深与低 与我们而言 似乎也应有不一样的内涵 每年清明 是都江宴取守一年一度的放水节 古老的习俗相传至今 不同的是这一江春水 相同的则是 对那凡丰收富足的情盼便利 或许 那些曾经忙碌而疲惫的身影 以及他们留下的每一句呐喊 每一礼叹息 每一段哀愁 都只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们 更好的经营 眼下的一个远更庞大 也远更复杂的 水的工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